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以及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泡沫破裂和长期停止后,日本如何在这些挑战中进行自我拯救。 这不仅是对日本经济的回顾,也是全球经济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参考。 首先,我们从战后日本的经济复苏开始说起。 战后日本的经济复苏。 从废墟中崛起,二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物资短缺,通货膨胀严重,许多基础设施在战争中被毁。 1945年到1950年是日本的修复期,这一时期,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援助,尤其是道齐计划,这个计划的作用非常重要。 道齐计划是由美国银行家约瑟夫道齐制定的,目的是通过紧缩财政,控制通货膨胀,固定汇率等手段,来稳定日本的宏观经济。 道齐计划看起来非常严厉,它大幅削减了政府开支,抑制了物价上涨,甚至引发了短期的经济衰退。 但这个计划的成功为日本奠定了未来快速增长的基础,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成为了美军物资的供应基地,从而使日本经济获得了强劲的增长动力。 那么在道齐计划实施后的几十年,日本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把日本经济的整个历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快速增长期,中速增长期和长期停滞期。 接下来,我们逐一展开,1950到1973年的快速增长期,工业化与技术崛起。 从1950年开始,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被称为日本的经济奇迹。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10%,这背后有许多因素的推动。 首先是日本政府实施的积极产业政策,政府明确了几个重点发展行业,包括汽车、钢铁、造船等重工业,同时也鼓励电子等新兴行业的发展。 这些产业的崛起,使得日本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还成为了国际市场的重要供应者。 日本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策略,积极促进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 这种策略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使日本企业得以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以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 你们可能听说过,日本的主银行制度,这在当时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个制度是指一家主要银行与一个或多个公司之间建立紧密的金融关系。 银行为这些公司提供长期贷款,帮助他们发展,这对日本企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还有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工序列工资制度。 这些制度增强了企业的稳定性,也提高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这段时期的日本,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技术进步迅速,企业和员工都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技术的引进与创新也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 日本不仅从美国和欧洲引进技术,还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进。 通过这些技术的消化吸收,日本的工业产能和竞争力迅速提升。 这一切为日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它成为了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70年代,日本经济面临了一些挑战。 1974到1987年的中速增长期,经济调整与泡沫隐患。 进入1970年代后期,全球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两次石油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于1973年,石油价格突然暴涨,这对严重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来说是个重大打击。 高油价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严重紧缩,1974年,日本的GDP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是自二战后首次发生的。 为应对这种局面,日本央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大幅提高利率,试图抑制通货膨胀。 然而,随着危机的逐渐缓和,日本经济又开始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阶段。 从1974年到1987年,虽然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10%下降到5%左右,但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这段时期,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自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 日本开始由重工业向服务业转型,金融行业的自由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 虽然这种转型在当时帮助日本维持了中速增长,但也为后来的泡沫经济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到了1980年代末期,泡沫经济已经出现端倪。 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价格迅速上涨,尤其是东京的房地产价格,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同时,日经225指数也在1989年底达到了接近4万点的历史最高点。 这段时间,虽然日本的经济数据看似十分亮眼,但背后的风险正在积累。 过高的资产价格和投机行为,尤其是土地市场的过度投资,令整个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 那么,泡沫经济最终是如何破裂的呢? 1990年至今,泡沫破灭与失去的30年。 进入1990年后,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崩溃。 日本央行在1989年末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逐步提高利率,是图抑制过度的资产价格上涨。 然而,这一措施导致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急剧下跌。 日经225指数从1989年底的接近4万点一路暴跌,到1992年几乎减半,而房价也开始一路下滑。 这个过程并不短暂,实际上,日本的经济从此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停滞期,被称为失去的30年。 在这个阶段,日本的银行业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由于大量的不良贷款,许多银行几乎无力应对,最终导致了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倒闭。 例如,三阳证券、山衣证券以及北海道拓支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倒闭。 这场危机极大的削弱了日本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让政府不得不加快处理不良贷款问题。 面对长期的经济停滞,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 包括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政策、甚至负利率政策。 然而,尽管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长, 但日本经济始终未能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和低增长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底,安倍晋三重新担任日本首相后, 推出了备受瞩目的安倍经济学,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振兴日本经济。 安倍经济学的三大支柱被称为三支箭,分别是大胆的货币政策、 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希望与现实的碰撞。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是大胆的货币政策。 安倍上台后,日本央行在黑田东燕的领导下, 推出了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 目标是通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 压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并实现2%的通胀目标。 尽管这一政策在短期内使日元贬值,促进了出口, 并带来了股市的上涨,但长期效果并不理想。 通胀目标始终未能达成,经济复苏依旧缓慢。 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 安倍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支出,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入, 试图通过财政刺激推动经济增长。 同时,政府还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消除财政赤字的目标。 尽管如此,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 尤其是政府债务水平的持续攀升, 使得财政政策的空间受到限制。 第三支箭是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 安倍政府试图通过结构性改革, 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推动产业创新, 特别是在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 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提升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然而,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并不顺利,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面临巨大阻力, 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也不高。 虽然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日本经济的短期复苏, 但其长期效果仍然存疑。 日本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比如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市场僵化, 社会福利负担加重等。 到2024年, 日本的经济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虽然安倍经济学为日本带来了短暂的经济增长, 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尤其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劳动力短缺和社会福利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 日本未来的经济前景将非常不乐观。 此外, 债务问题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 日本政府的负债率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 这不仅限制了财政政策的灵活性, 也对未来的经济政策施加了压力。 然而, 2024年3月, 日本央行宣布退出负利率政策, 这标志着安倍经济学的货币政策接近了预期目标。 尽管这一政策调整带来了市场的复杂反应, 但它表明日本正在尝试摆脱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路径。 那么, 日本未来的经济前景会怎样呢? 是否有可能打破长期停滞的困局, 实现新的复苏? 通过回顾日本自战后至今的经济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的复杂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政策的选择, 外部环境的变化, 以及内生性的结构问题, 都在影响着日本经济的发展。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日本的经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教训。 无论是如何应对泡沫经济的破裂, 还是在面对人口老龄化时所采取的政策应对, 都值得全球经济政策制定者深入思考。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日本仍在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发展路径, 或许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令人鼓舞的变化。